当然今年是龙年到 那么很多人在龙年初回娘家 也趁着好天气去走春 所以台北市立动物园一早还没有开园 就出现了排队人潮 不少人很多人都早起 就是要进园拿限量500份的山椒鱼红包 而园方也预估应该会有超过2万游客入园 另外只要是生肖鼠龙的民众 去台北市的儿童兴乐园跟天文馆 都可以免门票入场 看到镜头开新毕业 一家人排在入场第一组超兴奋 大年初二回娘家团聚走春 台北市立动物园一大早就满满都是人 我们是台南的 我们想要来台北玩这样子 因为是看到熊猫 所以才想要来这个这样子 六点半就出发了 前五百名又有红包可以领 很开心 没关系 可是就很想睡觉 不少外地来的民众看准动物园新春活动 选在初二一大早进园区 想排队拿到限量500份象征土龙的山椒鱼 开运红包 另外还会丑门票墨三马抽出福袋 幸运得主总共有80位 原方也预估初二会有超过2万名游客前来 每年固定的初一到初三 都会有发红包的活动 那这个发红包其实就是我们原方 就是每年会根据一些特展物种来做的设计 天气这么好的话 就是如果大家也是有排队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就会结束的 不只能到动物园领红包 盘新春好彩头 北市旅游景点也祭出友会 自由落体上上下下 尖叫声不间断 接着到三层楼高的海盗船 左右回荡 乘客享受快感 不少家长在除了起大早 带着家中宝贝充儿童新乐园大放电 因为乐园在春节期间寄出生肖鼠龙免门票 还能拿到限量礼带 营运时间拉长到晚上8点 北市天文馆在春节鼠龙民众也能免费入场 其中上午9点宇宙剧场 300位观众能免费观看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除了到初四 生肖鼠龙或是名字中还有龙字 都能免费入馆参观 春节廉价 家人团聚也能享受好康折扣 过好年 记得章群 魏林燕台北报道 大年初二 看看高雄内门举办的这个娘家宴 这次洗开400桌 总共4000人来享用 这一天一共来了五家内门的宗扑塞 一家大概都出动20个人左右备菜 让民众吃最传统的年味 虽然今年每一桌7600 比去年涨了1000块 不过瞬间还是被秒杀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享用 这个传统的首路菜很期待 大锅内卤了一个多小时 选用黑猪肉炖煮的焦糖色 油亮丰肉 透出正正的香气 另一道古早味版的彩八宝丸 厨师将丸子裹粉下锅油炸 滋滋作响 丰富馅料相当吸引人 有马铃薯猪肉 还有用我们传统那个猪的 那个人说芒芽 都会把它粘成一团一团的 大年初二回娘家 高雄内门每年都会举办娘家宴 今年洗开400桌 比去年多了50桌 将有4000人前来共享佳肴 今年一共有五家内门宗扑塞 每家都出动大约20人来料理 这是我们内门的一年一路大事 全部是400桌 那我们有五个厨师是负责 所以一个厨师是80桌 我也是四五点就起床 然后来这里就是帮忙 摆盘啊什么的 一大早就全家总动员 出动老中青三代备菜 这家宗扑塞家族的第二代身份特殊 是现任航警局的警察 从小耳濡目染 学得一身做菜的好奔力 趁休假回乡帮忙 在地内门土鸡熬煮的香喷喷鸡汤 以及香甜的鱼翅羹 每到都让人看了垂涎三尺 之前要参加都就是秒杀 订不到 是很难订 好不容易托人跟着一起来了 所以终于有机会 可以吃到板的 第一次参加这个回娘家的活动 那你们叫什么菜 你最像吗 那个鱼翅羹吧 有民众从北部南下探亲 进行梁家宴出体验 相当期待吃到鱼翅羹 跟风肉等经典首度菜 尽管因为食材涨价 每桌的价格7600 比起去年涨了1000元 但还是在短时间内 被民众秒杀预定一空 为的就是要和亲友相聚 用到过年吃好料 记得苏廷红冰 SNG小组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